针对台湾能源问题 会计师事务所今天举办离岸风电研讨会 金管会副主委郑珍茂在致时的时候指出 台湾的风场是有优势的 外国银行询问度很高 但国内的银行比较保守 所以要找领头羊有点难 绿色经济绿色金融到底如何要走得久 其实这是一个整个国家竞争病的一个问题 资成永迅发展公司29日举办离岸风电研讨会 董事长朱竹源认为 台湾海峡是全世界前三名最佳风场 离岸风电潜力高达150万千瓦以上 急剧开发商机 政大副校长王立林表示 台湾需要支持本土离岸风电业者发展 才能有效解决台湾能源不足问题 希望民间大型银行或关股银行 可以成为领头羊 协助业者解决目前在专案融资上的挑战 我觉得台湾金融会有的特殊是说 希望就是不要当女朋友 希望别人先做然后再跟他做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找出第一只羊 事实上有点困难 目前台湾唯一建立离岸风电的示范厂商 商委控股董事长蔡朝阳表示 不少公股银行担忧的是 贷款后风电企业的营运问题 他认为这是体制问题 很多方法在欧洲都已经顺利运行 台湾应该要建立专业的科学认证制度 减少疑虑才能建立完整的风电产业链 国际金控总经理李长根认为 加入里岸风电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风电产业涵盖了技术、制造、法律、融资等职业 如果政府能用比较高的战略角度去思考 这将有可能是台湾未来拥有极大价值的产业链 新唐人亚太电视湖中的宏林峰 台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